我都想不到原來我在韓國醬油蟹餐廳界 是有點名氣 大家好 我是Mira Hello 我是Celia 本來沒有打算吃醬油蟹的 但是來到新鮮 新鮮是有一條醬油蟹界的 所以忽然間不知為何看到你也想吃 其實是由昨天開始說說說說 然後說到昨天吃不到 所以今天還是決定要吃了 忍不住了 所以我們就來了新沙棟出口 那邊就有一條醬油蟹街 我都想不到原來我在韓國醬油蟹的餐廳界 是有點名氣 其實今天是想純粹跟他們過來吃一頓飯 吃一頓飯 完全沒有預期到會發生任何事 就是普通的食客 但是誰知道一搭入這條街 然後目光就注視在我身上 其實現在進來店舖 老闆他們都認得我的 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們送一些服務給我們 但是這個 都不可以足以賄賂我的東西 吃東西是要真誠地評價的 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說不好吃 我已經四個月沒有吃醬油蟹 對醬油蟹的思念之情 它的醬油是偏甜的 我們有位來自日本的朋友 不是 他是香港人 但他是日本人妻 然後他是沒吃過醬油蟹 所以我現在要教他吃 你這樣拿起來放進口裡就是了 連學吃 真的好棒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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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見到嗎 好燙 哎唷 你覺得很吸引 你馬上吃下去 它偏嫌軟 還不錯 第一次吃 飯小偷 人妻已經吃了人生第一口醬油蟹 真的第一次吃 它的評語呢 第一次是腥 因為這個真的很個人的徐香 可能對海鮮比較敏感 有些人很不吃到腥 海鮮一定會有腥味 但如果你是很喜歡吃海鮮 就像我這樣 除非它真的不新鮮的果仔 我就會吃到它腥 但我覺得這個是 它正常要有的 海鮮味 你覺得它質地很棒 它是軟軟的 然後有點爛牙 怎樣 你一年吃一次醬蟹的感覺 是不是很掛著 嗯 因為你一直不會在香港吃 香港吃一來有胃 二來 很細隻 很細隻不太高 我就會寧願留一個酷炭回來吃 這個酷炭也算不錯 但我覺得酷真的有點少 但其實這個是在季節看運氣 我覺得也很難保證到 一定每一隻都飽成酷 但是以味道來說 也不錯 我反而在這間 我是欣賞它的豉油 既然你覺得酸 那我幫你吃了蟹蓋它 對 哈哈哈哈 它的蟹蓋裡面的膏也不錯 哇 好 拌下去 然後 大家不要學我 我每次都很心急 把飯直接拌在蓋上 但其實 你把膏子拿出來 你再拌 會方便很多 嗯 嗯 好味啊 好 我要先試這個湯 哇 好喝 它比我們昨天吃的很多多吃 我可以說 這麼大碗 因為韓國很多湯 可能全部都是紅色 然後 你會覺得很辣 或者你會覺得好像味道差不多 當然要看店價 但是這間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們加了很多白蘿蔔 白蘿蔔的作用呢 我覺得是可以把湯變得很清澈 你喝下去是會有一種很舒服 因為覺得 哇 爽 就是你喝完酒 你很需要解酒 然後你喝一碗這樣的湯 你會覺得 哇 完美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有時候你在路邊吃的魚膏 你會看到湯裡面有隻蟹腳 就是因為那些店家想把湯底變得更清甜 所以他們會丟一隻蟹腳 就是一隻蟹腳 它會充分發揮它的作用 但是這裡是有三大隻蟹 所以是好好味 這個湯是我吃過這麼多的谷吉湯裡面 都可以入的 TOP1、TOP2 然後老闆娘剛才還問我們要不要這麼辣 所以吃不到辣的朋友 完全走辣應該可以 有個提示是 越煮得久 味道就會越濃 所以大家可以等久一點 煮一會兒 大家吃這個花蟹湯 記得不要只喝湯 吃肉 因為我煮得很棒 我覺得花蟹湯真的很出色 甚至比橙蟹更出色 就是以我這麼多次吃橙蟹的經驗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 如果它有一個熱湯的話 是會更加完美的 所以平時只吃橙蟹的時候 是多一點會覺得 最後想有個熱湯去清一清 所以大家如果是來這裡吃的話 建議 是要點這個花蟹湯 老闆娘送了這個生白酒魚給我們了 哇 要點麻油鹽 哇 吃飽飽 滿足滿足滿足 比較起來真的那個花蟹湯好吃一點 的確好像Haya說 腥味是重一點 如果對於腥味很敏感的人 就應該會覺得腥味 但是我是ok的 我也ok的 但是整體來說都不錯 我覺得都可以來 我們金餐吃了13萬 買一個湯和一個二人份的蟹 而且我們現在是三個女生 其實分量對我們來說有點多 加上老闆娘送了很多商品給我們 如果我覺得剛才我們這個分量 可能是四個女生 中小的湯是有三隻大蟹 很誇張 它的材料是非常足 湯真的很好吃 所以呢 今次吃完這個醬牛蟹 都覺得不錯 都推薦大家來的 大家會看到這裡有一間 原祖的馬山醬牛蟹 對面也有一間 馬山醬牛蟹 剛才我們在這間吃的 問了老闆 兩間是沒有關聯的 這間有40年歷史 而這間 就是中間又轉過主人 所以整法也有點不同 好 今天這個醬牛蟹 就到此為止 我現在的目標 就是要吃雲全首耳的醬牛蟹 看完我這條醬牛蟹片之後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其他醬牛蟹介紹的話 我會在算盈裡面 列出所有醬牛蟹的影片給大家看 大家嘗試在YouTube打MIRROR 然後按Space 第一個彈出來就是醬牛蟹 我猜不到我已經跟醬牛蟹 產生了這麼大的關係 有點感動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醬牛蟹 分享的話 幫我按一下我 記得Follow和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蟹 記得按下訂閱和按鈕 就不是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謝謝大家